花蓮縣家家儲蓄互助社 112年常年的社員大會 及全體社員的教育活動 15號在嘉明村多功能集會所來舉行 有2000位的社員共襄盛舉 現場徐正衛在百忙當中 也特別前往向社員們致意 他也提供了一台55吋的電視 還有電冰箱、電鍋 提供給社員來進行摸彩 也預祝大家兔年新大運 15號下午3點半 先來徐正衛前往花蓮縣 秀林鄉嘉明村多功能集會所來參加 花蓮縣家家儲蓄互助社 112年長年社員會員大會活動 社員們看到現場的到來 也熱情的歡迎 並且和他握手之意 報告秀林鄉代表王省剛主等貴賓 也前來共襄盛舉 現在徐正表示 家家互助社有2000多位社員 陣容可以說是相當的大 並且帶動部落的經濟發展 這次來到會場 向社員們相見歡 可以說是相當的開心 為什麼最多人因為做得最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給所有禮節市掌聲一下 全心全意的復充 而且公開透明 對不對 所以有大家肯定 大家就要好好的固定的存錢 好不好 存錢把它發揮最大的效益 然後幫助到最需要的人 而有時候我們可能也急需 有時候會需要錢對不對 我們要互助社就可以發揮功效 所以在這裡 HANA看到我們有這麼多的小小孩 我真的好開心 感覺花蓮的希望都在這裡啊 花蓮的未來也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我們自己的孩子要養好 這都是花蓮的寶貝耶 花蓮的希望好不好 還有我們的孩子 下個禮拜要考試了 讓他們好好記得要起床去考試好不好 有沒有讀書都沒有關係 教室去考試 讓我們知道孩子在學校上課的狀況嘛對不對 如果考得不好再跟上就好了是不是 不要打哦 好不好 抱抱哦 好好 既然學生表示 每年這個時候 花蓮縣家家主席互渡社 又會幫你會員大會 他也會準時來到這裡 向睡眠致意 如果您即將到來的同學 預祝大家突年行大運 健康快樂 記得教我們休閒為了